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卖猪的老奶奶 今天又被留下来加班了,这小童非常的无奈 自己这个星期啊,基本上每天都会被留下来加班 这加班不但没有加班工资,而且连晚饭也没有着落 每次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而这个店,外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 这每次加班之后,只能吃一些泡面 想想可怜的自己,连一顿正常的饭都吃不上 这泡面吃多了,对身体会非常的不好 对皮肤也是非常的不好 这小童摸了摸自己的脸,这吃多了泡面 好像连脸上的水分都被泡面给吸走了 然后变得堪枯没有弹性 连以前的光泽度也没有了 今天小童把最后的工作做完之后 收拾东西准备下来 这外面已经是灯火辉煌 小童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啊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这外面的饭馆应该都已经关门了吧 于是,小童就想去找点吃的 她找了半天 心想啊,如果找不到的话 只能继续吃泡面了 小童无奈地往家的方向走了过 这时候 她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 好像是什么粥的味道 小童顺着这个味道向巷子里走了过去 她看见 有一个老奶奶推着一辆车 在那里卖粥 那个粥 热气腾腾的 散发着香味 小童顿是觉得自己更加的饥饿了 她就赶紧向前问道 老奶奶 您这些粥是怎么卖的 老奶奶抬起头 她的脸就像超市里卖的葡萄干一样 皱巴巴巴的 这两只眼睛也是非常的浑浊 就好像是已经很多天没有休息一样 老奶奶伸出两根手指头 声音沙哑地说道 两块钱一碗 我卖的粥 都是猪鞋粥 不知道姑娘 你吃的惯不 我跟你说 这种粥的味道 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这很多女孩不是喜欢吃的 小童一听 原来是猪鞋粥啊 她立刻来了兴致 因为她从小就喜欢吃这样的粥 她的父亲也经常会给她买 她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啊 家的附近就有一个卖猪鞋粥的人 自己的父亲经常去那里 买一些粥给自己喝 那个卖粥的卖猪鞋粥的人 做的味道特别的好 也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虽然有些血腥味 这吃上去非常的甜 这让小童非常的怀念啊 后来那个卖猪鞋粥的人啊 不知道要帮到哪里去了 从那之后 小童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猪鞋粥了 小童掏出两块钱 避给了老奶奶 老奶奶接过钱说了一声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姑娘 我老太婆做的猪鞋粥啊 可是非常的香甜可口 保证你吃了一次 会爱上我的猪鞋粥的 我爱上我的猪鞋粥的 老奶奶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外面卖粥呢 你的家人呢 他们不帮助你吗 这个时候 老奶奶的眼睛里 居然掉出了泪水 老奶奶难过的说道 我的孩子 在监狱里面 有一次 他在外面的时候 被一个人冤枉他病毒 还好这病毒的量不大 他才逃过一死 但是 被判了十八年 我的孩子告诉我 他是被冤枉的 他也知道是被谁冤枉的 但是警察并不相信他 因为 那些毒品 都是在我儿子的背包里搜出来的 我的儿子 在监狱里面不断的上诉 但是 根本就没人理他 我变卖了 我变卖了所有的家长 给他亲律师 但是 最后还是没有 终于有一天 我变卖了 我的儿子 在青云里自杀了 他用自己的牙刷 通破了自己的情部大栋 我变卖了 这血 减了一地 他身体里的血 几乎 被流干了 有的时候 就像一张纸 一张纸那么白 哈哈哈哈 我的儿子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老太太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这的确是一件非常让人伤心的故事 不知道 这老太太的儿子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贩毒呢 如果没有 那么 这个老太太的儿子 就太过于冤枉了 小通安慰老太太 说道 老奶奶 您就不要伤心了 我相信您的儿子是无辜的 总有一天 会还他清白的 您现在是因为生活上的原因 所以 不得不在外面卖猪血粥吗 对不对 那您为什么不寻求政府的帮助呢 像您这样的情况 是不一定会帮 他们是会一定帮您解决身体 生活问题的 老奶奶排解空洞的眼神 她悲哀地说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能相信这个政府吗 他们把我的儿子 爱得那么惨 爱得我家破人亡 我就算死 也不会 也要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找政府去帮忙 如果 他们真心想要帮助我这个老婆子 就抓到真正的贩毒者 还我儿子一个清派 爱 愿我儿子 可以走得安心 小童能够深会地体会到老奶奶的悲哀 这中年丧子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突然小童好像 想到了什么 老奶奶 一 Black 你你说 你们救了 你儿子 这倒是谁 情态他了 那当初你们 有没有去找那个人ят 有没有把那个人的情况 告诉警察 na 老奶奶点点头 咳咳咳 咳咳 咳咳咳咳 我们当然知道那个人 那个人 就姓童 我还知道 他有一个女儿 他的女儿 最近 每天晚上都会加班 总是自己一个人很晚回去 现在 那个人用这样卑鄙的手法害死我 害死我的儿子 让我活在痛苦之中 那么 今天 我也要让他尝一尝 失去自己女儿的滋味 小童惊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名警察 他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老奶奶说的事情 一定不是自己的父亲做的 他那么崇拜自己的父亲 他接受不了自己的父亲 也是这样一个卑鄙小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 从小童的喉咙里 伤了出来 小童感觉到一阵的恶心 难道 自己刚刚吃下去的猪血粥 有问题 小空惊恐地看向那锅 那锅里面 并不是什么猪血 而是一颗人头 那个人的嘴巴和鼻子里面 不断地涌出鲜血 自己刚刚吃进去的猪血粥 就是这个腐烂的人头 制造的 而自己嘴巴里面伸出来的手 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人的手 小龙觉得自己的胃力 翻江倒海 他忍不住狂呕 他忍不住狂泪地呕吐了起来 这老太太 在旁边轻声地尖笑着 她的声音 冰冷刺过 就好像要刺存自己的耳膜一样 钻进了自己每一个细胞 小通惊恐地跌坐在地上 不要 不要这样 如果 如果真的是我父亲做的 那么你应该去找他 不应该来找我 你这样做 和我的父亲有什么区别 伤害那无辜的人 你心里会好受吗 你是无辜的人 当初 那个人将毒品拿给你 就是你 就是你把他 放进了我儿子的包包里的 虽然这一切 都是你父亲之事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 会给我的儿子 带来多大的灾难吗 你还是这样做了 我们是不会原谅你的 老奶奶的话刚说完 用一只手 从小童的嘴巴里生了出来 两只手 抬住了小童的嘴巴 然后上下一样劲 把小童整个脑袋 都崩开了 那个血和脑胶 疼了一地 老奶奶慢慢地 把小童的身体 放进了那个锅里 她盖上盖子 推着小童的尸体 消失在了 黑暗的小巷子里 好的 这就是我要为大家讲述的 卖猪的老奶奶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